要如何預防心血管疾病 有研究發現生吃大蒜是不錯的選擇 頂級牛排 紅肉料理讓人垂涎欲滴 但國際學界研究發現 如果吃太多紅肉和蛋等含有肉鹼和胆鹼的食物 那可能也會導致心血管疾病發生 然後再經過肝臟的酵素變成氧化三甲胺 濃度過高的時候 它會導致冠狀動脈硬化 也會促進血小板凌激 那這會導致冠狀動脈的阻塞 甚至發生性肌梗塞 學者指出 含有肉鹼胆鹼的食物 被部分腸鏈菌分解為三甲胺 經由肝臟的黃素氮氧化酶作用之後 會形成氧化三甲胺 如果血液中長期累積高濃度的氧化三甲胺 會使得血管壁的巨氏細胞堆積等狀況發生 進而導致心血管疾病 研究團隊在去年 開發了口服肉鹼耐量測試 發現昏食者產生氧化三甲胺的機率 比素食者高出十倍 如果體內濃度過高 發生心血管疾病的機率也會比較高 的確是可以影響到腸道菌的一個菌相的生成 那就可以抑制三甲胺的一個形成 然後就可以抑制在肝臟裡面代謝成為 氧化三甲胺 嚴重團隊也指出 要抑制氧化三甲胺的生成 大蒜素是好選擇 以六十公斤的民眾來說 每天可以吃五到十五克生大蒜來預防 目前相關研究正試驗在心血管病人的臨床實驗 未來將換進一步的結合藥物 和益生菌等領域 希望可以開發新型態的心血管疾病 預防和治療方式 記者曹君 陳信龍 團媒報導